HELLO 大家好 我是HAM部,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營鈕? 非常感謝你們 OK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05分了,遊戲已經更新完畢了 那就來看一下今天的改版內容吧 那今天是9月24日 OK這邊多了中秋節紀念連續登入的獎勵 這邊我看一下5天嘛 連續5天之後可以獲得這個紅寶石300 獎勵好像還蠻普通的齁 然後這個紫苑參戰 考驗的副本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吧 這樣好啦我們先看一下公告 問堂應該有那個更新公告 這個吧 9月24更新詳情 這個遊戲內活動是看是怎樣 這是昨天那個啦 一些消息啦 比較詳細的消息告訴你如何進入吧 一些參加的方法 比較詳細的 然後如果是比較有條列式的看這個更新詳情 告訴我們格鬥家多了這一隻紫苑還有 逼捷你 逼捷你的話轉盤可以獲得 那有相對應他們的特殊卡嗎 這幾個特殊卡 這個戰鬥卡可以透過戰鬥卡合成獲得 這個紅字 我也不知道 那有新的六星套卡 還有這個屬性卡 敗絲跟馬丘雅的 這個可能也是敗絲跟馬丘雅的 特殊卡 接力賽挑戰新增Boss然後還有一個考驗副本 那戰鬥卡合成 新的系統 要研究一下 然後 覺醒之後追加了一個藍尾嘛 就是我們屬性卡一直都有三個藍尾 都多一個藍尾吧 這邊 好像在上面是不是 特殊卡追加一個藍尾 特殊卡追加可以幹嘛 這邊說無法追加藍尾中裝備的特殊卡技能 這邊說無法追加藍尾中裝備的特殊卡技能 只是可以提升戰力吧 這邊寫的看起來是這樣 那新增覺醒時 新活動 這個蘿莉城的活動 這個我們剛剛有登錄嘛 五天而已 然後他有Hot Time Hot Time的話還蠻不錯的吧 戰鬥任務可以多打很多戰鬥 那又有文字掉落了 然後有一個99全勳超級任務 OK那這禮包先跳過 下面的話是告訴我們冠軍聯賽要正式開啟9月28 然後有一些賽季規則 喜歡打冠軍聯賽的人就把這個表格稍微記一下吧 有一些限制嘛 一些規則 那你就要挑選你有力的角色來打 這也是要鬥志啦 不是說無腦就是 用蒙角就能擬 你要鬥志一下 要策略一下 安排一下自己的組織 冠軍聯賽 OK 那系統改善 覺醒時可以解除了 好大概是這樣 這比較粗略的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吧 我盡量看啦 我盡量看啦 沒講對或沒講好就大家就包容一下 因為我也剛進來而已 先來看角色吧 逼解你 我這隻是金髮的喔 轉盤可以獲得嘛 然後他的特殊卡 應該是 那個武器的 然後角色也可以獲得 這邊有機率 這機率都一樣 都差不多啦 都有0.25% 那 角色部分應該是 這個吧 應該是他啦 就這一隻 這隻 這隻角色 感覺有點像中國耶 喔對啊 中國武術 因為感覺有點像中國風格有沒有 中國旗袍武術的衣服 來自遙遠彼岸的人 之一 蛤 男兒生 對不起 我真的以為他是女的耶 難的喔 好吧 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因為我這個 這個動漫沒看啦 這個漫畫沒看啦 這個劇情我沒看 來自遙遠彼岸之人 這個 這個我沒看 我算是難的 好吧難的 算你厲害難的 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電擊傷害 雷擊傷害 雙 一個雷擊 一個電擊 好吧 核心雷 都跟電擊有關係 然後有PVP專用的 哇使對方無法發動這個耶 70%機率 還可以解除耶 哇 真的是PVP專用的啊 厲害厲害 那特殊卡看一下吧 戰鬥卡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這個吧 新的 只有一天的幸福 攻擊力7%7%7% 這邊加12% 更多比那個光雨影更多 光雨影是10%吧 那英草也是12% 主動技能 命中死 38機率造成相當攻 最佳傷害是不是 HP以下有200秒 就免死2秒 免疫2秒 冰死一下 然後2秒免疫這樣 好像也蠻適合打PVP齁 就有點像那個 布萊恩 布萊恩好像也是這一招 布萊恩的那個核心也是有一個 4秒吧好像是4秒 沒記錯的話 看一下 我們慢慢看啊不急 我就慢慢講 想到什麼就 就看一下 好像跟布萊恩一樣吧 漂亮的布萊恩 布萊恩 這邊 哇他是6秒 更正一下6秒 忘記了太少用了 他是6秒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 主動技能 冷卻直接充製 所以這個套卡更適合拿來 可以 再平時用 也可以拿來打PVP 因為他的輸出已經比那個 光影影還要高了 雖然沒有霸體 但是他有最佳傷害嘛 然後這邊攻擊力又加12% 30%命中 機率 150%最佳傷害 還有一個保命的這個 適合打PVP吧 只是他沒霸體啦 那特殊卡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三氣卡啦 這個是 馬球亞的三氣卡 還有敗斯 那 他不是還有新的嗎 看一下哪一張啊 找一下找一下 找一下找一下 我看一下喔 極限的努力 難道說是四星的 不知道放哪裡啊 因為我還要找一下 因為我還要找一下就 是這個嗎 這不是吧 吸引他目光 這個嗎 喔這個啦 這個是反其量的喔 攻擊力6%6%6% 都加6% 然後這邊 喔 也可以回復能量耶 主動技能命中50%機率 補充 自身在內的隊員 能量才有2% 跟那個 跟那個這個比起來怎麼樣 這是暴擊傷害量增加有什麼 暴擊命中才會觸發嘛 3%暴擊命中觸發3% 那這是主動技能命中 就有50% 那這是50% 這比較難吧 因為主動技能命中 因為主動技能還是有CD時間 暴擊命中你可能一直暴擊 這卡要再比較一下 然後這是補2%而已 OK 那大概是這樣 屬性卡的話有兩張是敗絲的 我們來看一下 敗絲跟馬丘亞 6星這邊 哇好厲害喔 欸這太強了吧 這馬丘亞怎麼那麼強啊 馬丘亞專用然後直接用主動技能就3秒霸體耶 太厲害了吧 這張卡 然後這次敗絲是增加防禦力的3 防禦轉攻擊30% 這也好強而且他是技能-CD耶 1.2秒 這個勒 看你們覺得哪張好 我覺得兩張都很好耶 就針對敗絲跟馬丘亞 為什麼把這兩隻弄得那麼強啊 又有3氣卡又有屬性卡 對不對 我最近常常被那個色情頻道的留言給洗屏 就是我youtube下面 不是大家會留言嗎 有一些那種廣告 打廣告的 他就一直流那種色情的網址 一直留言 一直留言 那我是有封鎖啦 但是他就一直來 因為他們很多假帳號 他們帳號一大堆 不知道幾成千上百個吧 好那這一波的這個敗絲馬丘亞強化很多嘛 有那個他們專屬的屬性卡好強 然後特殊卡是3氣的 那你們之前抽到那些紫框角就可以用啦 整個提升很多 OK那來看一下 這是文字活動嘛 我們先看火焰的部分 這是文字掉落 好 火焰的部分 咦怎麼沒看到不是說有那個 火焰嗎 這邊只有文字耶 還說他有那個日期還沒開始 這是考驗的副本嗎 新的副本 可以上5隻是不是啊 然後加上那個打手 總共10隻 不知道難不難啊 還在打一下 然後隊伍接力賽的話 接力挑戰有新的boss 然後他會更換啦 每週會更換 現在還沒有 這位新的boss 然後會有 這個是 會有紫屬性跟藍屬性還有紅屬性的boss 這隻是黃屬性的啦 這邊時間結束還有6天嘛 就下禮拜會換新的boss 每週會輪替啦 那來看一下戰鬥卡是怎樣 戰鬥卡 合成嗎 不知道耶 合成怎樣 我長這樣是不是 按太快了抱歉 還不知道怎麼用啊 還要慢慢研究一下 比如說我隨便按一下 比如說我隨便按一下 技能強化 這邊還是可以技能強化 哇技能強化只能吃這些卡了耶 所以是不是前幾天就有 昨天還是前天就有人在強調說 有肥料卡趕快吃一吃啊 不知道 隨便放一下 隨便放一下 怎麼沒有強化的感覺啊 怎麼都沒有趴數 升級 這是升級的 升這個卡片等級 然後這技能強化 材料條件 放入材料 然後他怎麼沒有告訴我 這二星的可能不能升啦 是不是 二星太爛了 不能升是不是 那我假裝我升個三星 技能強化 啊有啦有啦有啦 跟之前一樣吧 怎麼沒辦法直接升到 升到那個 就是 經驗值沒辦法吃滿耶 因為之前六張這個手機卡如果是同樣都是這種 屬性卡的話 可以直接升到LV2說 這個還要再研究一下 現在就沒辦法研究因為我也是剛進來而已 然後合成是什麼意思啊 反正你把一些不重要的三星卡合合看啊 階級上升機率才35%什麼意思啊 是喔 三星升四星嗎這個階級上升機率我還要再研究 我 這樣有比較好嗎 不知道 不知道是改好還是改爛 大家再研究一下吧 你就多打一些爛的卡然後再測試一下 大概是這樣 也只能先這樣 那 角色特殊卡多了一個藍位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吧 剛好可以裝 嘿嘿嘿 很棒耶我之前抽到他霸王我都沒賣掉了沒喝掉 還可以用耶 好好喔 都可以加戰力了耶偷偷加戰力 賺兩張特殊卡 這樣就可以發現說你特殊卡的用處有沒有 多抽一點特殊卡還是有用的 OK 這功能不錯啊可以加戰力但是只有加戰力而已你的必殺技什麼的就沒有 沒有多多怎樣 那覺醒石可以拔拆啊我覺醒石沒什麼用看一下 我可以卸下來可以卸下來 好可以卸下來 好可以卸下來吧是不是 是不是 接下來 好裝備 我測試一下喔我也沒用過 覺醒石的部分我很少研究 不行啊 不行啊 龜屬我是不是要把它解除啊 還是我 看錯那個意思 覺醒石這個 我看一下喔 他的那個系統是說 要透過專用道具啦喔要透過專用道具把這個龜屬給解除 他是這樣講 所以我不能平白無故就解除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新活動來看一下好了新活動 通常在這邊嘛 活動 撐個看這個做年糕吧 可以打怎樣 打年糕 沒有就獲得紅寶石然後獲得這個道具 然後這個道具會給這些東西 加倍膠碼 還有相簿 相簿是加親密度的啦 還有紫色戰魂 掃蕩卷 隨機獲得 21天 然後這邊也會給這些新的東西 新的覺醒石 新類型的吧有一些灼傷吧冰凍什麼的 還有電擊吧 我們再看一下喔 只有這個嗎 99全薰超級任務還沒出 我們可能要看那個詳細的詳細的資訊他才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出 那 大概是這樣吧 可能有漏獎也不定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我這次直接看那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公告 看這個 看這個公告這個剛剛沒看過嗎 我也還沒看 這個我們剛剛看了 他告訴我們如何進來 然後可以獲得多種覺醒石 沒錯我剛剛有看到蠻多覺醒石的 這個中秋年糕香 那連續登錄這五天而已 剛一看 這轉盤剛剛也有看 然後這個是 這是 bonus的一些 效果吧 那hot time的貨喔果然有時間 我剛剛只有看到這個啦階級經驗值這個 我的hot time然後這個還沒有這個要10月8號才有 因為這幾個我比較喜歡的是戰魂任務這個 這個會多很多 這比較重要 這個要再等一下10月8號 文字掉落的話來看一下文字掉落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KF箱是換什麼大會來看一下 好全訓是9月30沒錯還沒出 所以剛沒看到 OK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製作 文字掉落的箱子 看一下喔這個 這跟之前差不多吧 通常都是換這個啦 哇也是紅寶石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跟之前一樣紅寶石 然後這個是轉盤券 有人會想換這個嗎 AS KOFAS AS比較珍貴吧 我覺得 這個轉盤就還要再考慮一下 然後這邊可以做他的記憶 因為現在轉盤都可以做記憶 可以做7次 OK那這期的這個更新內容介紹大概是這樣 主要知道 拜師跟那個馬丘要強化還蠻多的 他們的特殊卡屬性卡 提升不少 然後還有新的那個六星的那個套裝卡 好像還蠻強的 比那個光雨影家的戰力還要高 然後又有個保命2秒 冰死前的1%保命 那至於那個 戰鬥卡的合成還要在我要在實際操作才知道啦 因為我現在也是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弄 要實際超過整個操作過一次才知道說 跟之前比到底是差在哪裡 然後有沒有比較好 所以說可能 晚上吧 晚上再來研究一下 那看 看怎麼樣 看要不要做那個影片 如果不難的話就 就隨便帶過吧 如果比較難的話就稍微再講一下 那召喚的部分就只有這隻嗎 這隻是難的啦 就讓我蠻意外的 結果是難的 My God 完全不想抽 雖然他的那個PVP技能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好的 那這一集就先這樣吧 我會待會我就發布了啦 大概時間大概抓在4點多吧 4 5點左右 因為現在已經快3點半了 那就先這樣吧 好了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 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KLF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